網站質地破壞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由 Juda Media制作的豪博焦點 我是你們的節目主持人 子寧 春節黃金周剛剛就完結了 綁澳旅客與預期感有色減少 年30至年初六 每日入境旅客人数大约是1万人左右 不过有大行就说 在假期的微星 堵收好像有不错的表现 今集我们邀请到两位嘉宾 与我们探讨有关议题 首先有请澳门博彩中介人协会理事 林继光先生 还有澳门立法会议员高天慈先生 大家好 我们先和光哥谈谈 新年假期结束了 以你所观察到的业务情况是怎样的 因为和你新年前的预测 有没有很大的出入或者分别 大又不会太大 但是有些失望是真的 失望 有些失望是真的 我们一直都计算 会有大约三成到三成半的客量 相比2019不是2020 相比2019 会有三成到三成半的客量 结果现在 当然我们不能一概而论 但是几个主力的行家 大家有沟通的情况之下 都觉得是低于三成 平均地低于三成 但是之前说是新年后的情况也好 其实有没有好到呢 你说是譬如年三十到年初三 他们因为原地盗水等等的关系 你就说可能是打后会好一些的了 假期尾声都是不行的 传统上是这样的 因为年初一到年初二 通常都是静一点的 往年都是这样的 因为很简单的就是要拜臣 中国人就习惯了 拜臣 祭祖 去拜年 去跟亲友 各样 仍然是宋广这些集族的东西 真正来说是年初三才开始有时间 通常最旺就是 就是初三打后至到初六 初七因为初八要上班 之后就是年初四开始 初四、初五、初六是更旺一些 但是最重要就是这个基数是低的 旺的时候 你都是不见得很明显有什么大的上升 郭議員 以你来看 大雅景来看 你觉得澳門就是说下半年 下半年或未有几个月 会不会一号转 应该会一号转 因为你方便再有人下来 但是你方便再有人下来 是什么人下来 有没有资金 我们最重要是一些人下来有钱 就是不讲白点 就是现实这件事 最重要是有钱 有光顺 钱方面 如果你说大大地 一般来说放松了10万 一个人可以带 带不到 如果你一年就在澳门 按机器可以按10万元 10万元 如果每一次带钱出来 是5千元 约5千元美金 这些就是一般 对于一些尊贵的贵宾 这些我们就要面对 这些就是很希望 就是有一个 缓冲的方式 去帮助到我们澳门 起码去到2049 没有什么大的转变 另外一种东西就是 你看下五星级 即是六星级的酒店在澳门 如果你说政府推 有没有人有兴趣去做 没有什么人有兴趣去做 纯粹做 是没有人做的 就是这样 这个是说什么呢 是不是我们都可以考虑 究竟如果 譬如我投资 我有个工业地 或者商业地 我拆了它 接着我收购了 我收购了 接着我拆了就建酒店 建酒店是会带来第一 那个城市的美貌 符合我们旅游城市 那么多些旅客来 但是你都要给个机会 是呀是呀 他生存下去 他生存不到 投资那么多钱 有一间某酒店 就死了就是这样 所以我刚才开场 白鱼有讲到 五星级酒店 六星级酒店 我投资 你是否应该给赌场给我呢 所以为什么可以体现到 现在有些赌厅收购码头 其中是呀 收购 购物购 我始终也是觉得 他的目的是竞投的 这个是郝美义民 包括麦探仔 每个都是竞投的 因为他都做到这么大 他有这么大的资金 那是合理的嘛 这件事 你向上的嘛 因为事实上他找到一些客人 但是他们上面倒牌那几个 招在手就收租 这个是很不尋常 但是这个游戏规则 一直都是这样的 明白了 其实就好像 就是特别是卫星赌场这个问题 就好像辛豪那样 他本身已经是一个负牌 但是他开摩卡 开到成行成市 这些判上判的方式 其实现时的博彩法是有灰色地带 其实是吗 未来政府收购博彩法 会不会对于 是否应该对于这些卫星赌场 要多加着脈呢 光哥你 卫星赌场呢 我这样讲 这个比较文雅一些 就是历史遗留的问题 因为这个不是回归前有的 一向都有 以前回归前 就是一间公司 专营的 在政府角度来说 其实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因为我给了赌牌 你开了多少间呢 其实是你自己的权限 当然他下面也有 他自己再转批级 分红 诸如此类 这种一系列的举措 但是现在呢 刚才高议员说了 你三间就变成了三个 三个固埋 六个再衍生下去 无限期繁殖 可能会变成了一个 咸細胞 也不奇怪 但是现在呢 又有很多 所以有十几个卫星赌场 事实上真的存在 而他聘用的人员 他对澳门经济的贡献 都是不容抹杀的 如果你说 我们一刀切 取消卫星赌场 以后没有转规级 你一定要解决到 卫星赌场 现在存在的问题 你不能够一刀切 叫它收工 你就收工 那些卫星赌场 卫星赌场不是卫星赌场 卫星赌场 他这么多年的打聘 或者那些投资 投资 投资了这么多 那些这么多员工 在这里依赖他而生存 是很不公平的 是很不公平的 曾经有人说过 这个纯粹是谈讨的 有人说过 他说不如这样吧 我们在一个 特别批级的情况之下 将所有卫星赌场 现存 我不管你是和哪间 持牌博企合作 所有卫星赌场 你都可以成为一间公司 这间公司就按住你 现在市占的率 其实很容易计算 你有几张桌 其实简单来说 就是作为你的持股的比例 或者用了另一个方法 你对税收的贡献 作为一个持股的比例 那这个牌呢 特别是 是对卫星赌场 而持股的牌呢 就是所有共同持有 那当然这是一个探讨的模式 我不是说在这里要表达些什么 我只不过说 卫星赌场既然存在 引用黑格议的名记 存在即合理 那它既然存在 而又合理的情况之下 政府应该是怎么去 善良地或者有效地去处理 而不是准备就是 一刀斩下去 然后就解决问题 解决不了问题 解决提出问题的那一个 会否说有可能 一刀斩的意思 就是全部收回了 是这样的 我们现在就有六间 有三个静 三个虎 然后下面就有很多赌场 其实这种经营的模式 你说得很对 就是过去回归前回归后 都是这样的进行 但是在全世界很多个国家 我们都会见到 如果你是五色级的酒店 你的硬件赴予你有赌场 它是独立为这间酒店 出出个赌场的牌给你 这种是一种经营的模式 一牌一牌 第二种就是我们经营了这么久 之后我们体现到 有些只是好似收租路 我给你去经营 我就收租 但是实际上 我们澳门要见的是什么呢 我们要见到它纳税给澳门政府 让澳门人受惠 第二就是就业的机会 究竟你有多少个空间 令澳门人可以就业 可以进入行业 这个是基本我们要求的 亦都是我们做议员的底线 要求政府去做的 但是正所谓 这些所谓间接性你得做的受惠 是否成比例跟你真的找到客户 有一件事是真的 其实有客户来澳门都是贵宾厅 当然现在大大地也有公司的客户 直接来到 但是贵宾厅你不能够抹杀了它的重要性 它的经营的特别的长处 是的而且确今时今日还有那个作为 所以才见到很多新的贵宾厅成立了 为什么疫情这么困难 它仍然可以 不单一方面在就业方面 有机会被澳门人担当这些职位 另外一方面 它的营业额仍然是上升的 在疫情方面 这些是政府要知道的 政府要承认这些人对澳门有贡献 所以整个制度 究竟我们向着哪个方向 我们都不知道 因为政府才知道 究竟最后它选择用什么形式去做 之前我们议会都听到很多人 全部的贵宾厅我们不要了 全部都是大宅地 我们不要 中常化 这些我觉得很有趣 很有趣这个想法 但你要面对现实 现实真的有些人有这个本事 有这个能力 制造机会给澳门人经营这个行业 无论是贵宾厅也好 或者里面员工也有很多年轻人都在里面做 但他们付出很大 因为他们是三班 他们是轮班 他们精神上身体上都付出很大 对澳门的工业也很大 但可能现在有些外在条件影响这班人 可能就是在内地3月1日 对新修订的赌博法 会正式生效 3月1日 当中还加入一条 组织中国公民参与国外境外赌博 同样被列为犯罪 其实对于贵宾厅来说 可以说是重灾区 这样的 我这样提 不用太紧张 因为我们必需要理解我们的基盘法 澳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地方 境外 你某程度 澳门是境外 亦都不是 亦都不是 因为澳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即是中国的地方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就是上量有政策 下量有对策 永远这几百年我们澳门人 尤其是博彩 他们都是想到一些办法去解决 亦都我知道现在是适应着国内的措施 这些措施是否真正对 矛头对着我们澳门 我不相信是 我绝对不相信是 我比较会感觉到 隆近的国家 会比较影响大一点 龚哥你认为是否 那个矛头真的不是对着澳门 高议员他的看法 当然他也是很有他的道理 我们也不否定 就是他的目标 其实是对周边的国家为主 可能你说澳门是否不幸运 城门失货那些特殖遇 那我就有一些不同的见解 就是说 现在国家的政策是很明显很清晰 是不鼓励博彩的行为 或者是不鼓励出境博彩的行为 这个就很清晰了 至于你说 就是说 那个甲逢中 澳门人一向都是 就是甲逢中生存 百多年来都是这样 但是呢 我同意高议员说 也不需要去到 用一种恐慌性 灾难性的看法 但是呢 我相对务实一点 就是说 因为他里面的范围 比较广阔的 就是说 不定是组织的 还有 引诱 教唆 协助 种种 这些行为 会是一种比较虚犯 但是我们最重要的要观察 就是说 3月1日之后 生效之后 可以看到它的执法力度 其实我举个简单例子 或者不是很恰当 但是大家都 会同意的 就是说 澳门任何地方 都不可以为例泊车的 因为 那个道路法典 写明是不可以为例泊车的 但是 有些地方抄贷救命 一停就抄你的 有些地方 摆成天都没有人理你 甚至摆成天都没有人理你 甚至摆成天都没有人理你 这个就是执法力度的问题 那么我们呢 需要去观察一下 它是先定法 而严厉地执行 还是定了法 然后等你们 如果你们都 没有所收敛的 或者觉得你们都 变本加厉的 才去严厉执法呢 还是只拉公而不放箭呢 还是怎样呢 当然 这个纯粹我个人的推测 但是呢 一个事实的就是 一定等那个法例 真正执行 是的 真正执行 然后我们一段时间之后 观察 我们才可以找到 那个甲缝在哪里 我们现在的公议员都说 就是说 我们最能力就是在甲缝中生存 但是我们都要知道 那个甲缝在哪里 就是那个甲缝在哪里 其实我们的基盘法去到2049 一国两制 其中我们澳门特别行政区 那个出发点 还有它的重要性 就是在各幅赛那里 我不相信 就是有任何的措施 会 国家会 伤害我们澳门的 那个所谓 轮头 那个行业 嗯 但是我们不能够 不去面对呢 事实上呢 邻近地区是有很多国家 亦都起了很多个赌场 包括我们澳门 这件事呢 我就觉得 我是有点比较失望的 就是我们澳门的六甲博企 无论大公司也好 或者 贵品厅也好 他赚了些钱呢 就去其他邻近地区 去投资 那当然了 你可以跟我说 我赚了钱 我喜欢投资 在哪里是我的自由 这个是 这个是资本自义的 不是国家经济规划 你去告诉你 你赚了钱 你一定要放在哪里 但是呢 所以呢 我们要修改我们的博彩法 令到怎样呢 我们 某个程度 六甲博企 和那些贵品厅 都要承担 社会的责任 社会的责任 不是说三几个 二十五十个 去老人园那里 非法 或者唱歌 卡拉OK 做个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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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送些雜誌 这些就是社会责任 我觉得这些 根本上是荒谬的 荒谬 你说没有呢 那当然不好 有这些东西 但是实际上 我们会要求什么呢 第一 第一 你澳门打工仔 你有个社会暴障 再是什么呢 你那个公职金 究竟你大家 员工 和公司的比例 你五个百分比 是否可以增加呢 十个百分比 二十个百分比 是吧 等他晚年的时候 有好日子过 因为我们现在寿命 你六十五岁就要退休 但是你现在寿命去到八十多岁 女儿的八十三岁 可能不知道 我妈妈九十七岁 我老爸也不知道 是啊 所以你知 这些社会责任 公司是要负责的 因为为什么 你这个博彩 不是一个绝对百分之一百的私人公司 可以说是 是政府批级的 政府批级的 你经营 你某程度政府监管 所以才有特别的法例 你去监管 我开个面包店 你没有一个特别的条例 告诉我 面包要怎样去做 店银的规范 多少点出台 多少点出台 这些是自由的 但博企就不同 博企就不同 博企一定要二十四小时 三百六十五人 你都要开的 无论如何都好 所以有很多规范的东西 但是社会的责任 这个就是大前头 无论将来 现在我们修改的博赛法 六间博企和贵宾厅 这些制度的运作 我们要面对他们怎样去运作 其实这些大部分的大客 我相信你比我更早 都是贵宾厅运回来 是 然后他们就要交租 还有他们的租金方面 全部看你的营业额 多少贯作收多少 这些大家都有目共睹 你很早中六合彩 你拿了个赌牌 你就发达了 就可以坐在那儿定定 你自动有人帮你赚钱 这些过去 你说对不对 我们不会争 但是将来要规范 要公道 哪些人真是 帮我们澳门赚到钱 納多些税 和制造所谓的就业 我们就要承认他的地位 他真是帮助澳门 刚刚姑娘也说到 其实可能有基本法 或者是保护之下 可能3月1日出台 内地的博彩形化 未必是真是针对性 针对地针对 但其实早前 有不同的贵品厅 其实有动作 德进收购利进 然后我们阿英独家消息 就是广东租了文化东方 其实他们可能是 给自己抱一个后路 他想拿个赌牌 德进收购利进 就是希望拿个赌牌 这个是很明显的 甚至乎 有一个酒店 叫不知什么 新世纪 新世纪 以前新世纪 他收购都是希望 因为很多动作 这些是正常的行为 因为很吸引 因为你拿了一个博彩 因为现在我们特区政府 就不是逐牌 是重新镜头 重新镜头 我们都不知道 究竟是六个 六个 八个 九个 十个 三个 五个 我们不知道 这些都是要经立法会 因为将来要多少个牌 政府都要拿法律 来立法会通过究竟 发多少个牌 因为当初也是这样的 当初回归后 头几年 它都有个博彩 03年 我没记错 03年 订了是三个 三个 后来变了六个 这些都要规范 将来 不要说你拿来十个八个 然后变了16个 这些要删除喉嚷 避免濫用空間 這些漏洞就變成另一種東西 光哥你認為是否貴賓廳為了競投倒牌而有所動作 會否成為這些要轉型 可能真的怕他們要轉型 會否成為趨勢呢 那個博彩法是02年的 現在現行博彩法02年 OK 說回 我不否定高議員的看法 就是他為了有機會可能會競投倒牌 而收購一些大型的物業 或者大型的中場的項目 但是如果現在單純簡單來說 就是為了要拿倒牌而收購 就相對比較簡單化了 你說那些貴賓廳集團 它中場化的步驟會不會有呢 這個可能也不出奇的 因為現在貴賓廳的營業環境是比較迫窄的 是比較迫窄的 未來的發展的難度的確是受限的 尤其是我經常用一件形容的 就是叫做不友善政策 現在整個澳門的所有政府的看法 我們說純粹是看法 fusion 如果中文是看法 就是對未來的一個遠景 它是希望中場化的 它是希望中場化的 就是降低貴賓廳的比例 但是高原說得很對 我們往往就是最優質化的客源 最有活力的經營方式是我們貴賓廳 中場是收拾我們的水尾 我們廳的客人有時會流出去中場 但是看不到中場客人進入他們廳 去試一試其他的中場化 或者其他項目的可行性 我覺得它是正在艱苦地嘗試自己的改變 因為我再說一句 我們貴賓廳的經營業者 或者中間的經營者 其實是可以說澳門的博彩業 裡面最優質的經營者 因為它沒有任何政策的保障 它連牌子都要每年做一次 很多人都不知道 它的轉馬數不夠 那個持牌博企不捨推薦信 它連牌子都不能拿 如果那個營運令政府不滿意 即是說你下了的地方都沒有生意做的 加的稅少 它又不給你 它是不需要理由給你的 所以每年它逐個牌子 好像生死一劫 是很努力地做 澳門之所以現在的博彩業 能夠達至這個局面 不敢說多 最少一半是中間人的努力 今集時間就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好了 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 請再見